今天回到国内来看台中民众一定知道的大智路 延宕13年的通车工程终于完工了 市政府上午举行通车典礼 不过为什么这个通车会这么受到瞩目 就是因为原本台中市的火车站前后通行非常的不方便 绕道的话至少得花上10分钟 现在可以直接穿过去 只需要花两分钟时间 路程也缩短了一半以上 居民都觉得真的好方便 也渴望带动后火车站的发展 台中市民期盼已久的大智路通车工程 延宕13年终于顺利通车 以后从台中后火车站开车到前火车站 不用再绕路了 因为台中火车站阻碍了后火车站商圈发展 为了打通大智路 市府拆除了原本在计划大陆上的 大智慧大楼 而大楼拆除后变成道路 直接通往火车站前 原本一公里的路程只剩500公尺不到 台中大智路打通之后 从后站开车到前站 不但时间缩短了 路程也只需要二分之一 不过在协商拆除大楼的过程 市府跟24户产权 所有人意见多次分析 最后终于以一户三千万的补偿金 达成拆除共识 也活络后火车站商圈经济 为了打通工程 来绿议员居中协调 甚至通车之后 也在两航立即看板 强调13年的努力终于成功 不管是谁功劳最多 市民还是最大的受益者 欢迎新皇军与张春风 台中报道